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关注警官署脸书专页 四 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依上述四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大师的外星 今天是3月17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下跌 跌了97点 就像我昨天跟你讲的 今天最好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那你说老师 那是不是因为台积电除息的关系 不干我的事 我都事先讲 当然啦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他听到我在叫你不要买台积电 不要买连电 那你可能就是一副 我就是要买 怎么样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做股票 一定有做多的理由跟看不好的理由 那其实股价的波动就是供需 供给跟需求 你买的人很多 那价格就涨 对不对 甚至搞不好会涨停板 这是很简单的供需的道理 那你不要做意气之争 我到时候 你会仔细看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到底全市场 谁最有良心 谁在高档叫你不要在那边乱搞 你自己会去发现 到底是那些狗屁倒造什么达人 跟你讲说会是七百五八百一千 还是说搞不好来去三百 你自己要看清楚 到时候黑板永远是对的 今天台股 有线不是很好 开平之后稍微拉高一下 开始往下杀 盘中一度跌了快150点 那我问你 为什么跌 你想一下 今天没事跌了快100点 为什么跌 日本也没有跌 韩国有跌我知道 可是大陆股市是涨的 大陆股市是涨的 大陆股市最后是 本来是涨的 最后跌一点 跌一点不算跌 南韩股市最后也是拉起来 也没有跌很深 香港股市其实在平盘 日本 恒生其实在平盘 香港恒生指数 其实也没有大跌 昨天稻穷是小跌 但是科技股市涨的 今天台积电除息应该要大涨才对 为什么没有大涨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股票波动不是说你个人看怎么样 就像我个人看好说我车表写这张股票 今天没有涨啊 为什么没有涨 为什么没有涨啊 他就没有涨嘛 你懂我意思吗 他就是正硬没起来嘛 但是我们要去观察说 有什么没起来嘛 对不对 是怎么今天台积电除息 这么多人在里面是怎么没起来呢 今年以来44个交易日 股东人数增加了三十几万人 每天平均增加七千六百人 你觉得你会是赢家吗 每一个交易日多了七千多人进来买台积电 你以为 每个人都好开心啊 每个人买台积电都好开心 我买了三十股 我买了五十股 我买了两百股 怎么样怎么样 3月8号那一周我就跟你讲 上一周增加6.5万人增加5.3万人 礼拜一跟你统治 上个礼拜又多了3.4万人 连电又多了1.7万人 我告诉你下个礼拜我统计人数会更多 因为今天除袭又贴席 今天是贴席啊 这样叫贴席嘛 除袭已经少了嘛 对不对 少了两块半 然后又下来嘛 没有贴席啊 那关键问题是什么 关键问题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 我当然知道过不了多久 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就会破100万 甚至用很快的速度到200万 我都相信 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看 发生什么事情 你自己看就好 发生什么事情 反弹 反弹你不逃命 接下来呢 国具也是啊 不是吗 有啊有反弹啊 老师你国具为什么要卖 老师你国具585为什么要叫卖 好不叫卖 不叫卖今天剩下多少 你自己看今天剩下多少 568 昨天不卖现在在这里 其实很明显啊 你这看不懂吗 反弹啊 他就是反弹啊 他就是反弹 把握机会嘛 会不会反弹 会啊会反弹啊 这3月5号我就跟你讲 会啊会反弹啊 那一天584嘛 会不会反弹 会 关键是总市值的问题 投资朋友永远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奇怪啊 老师你好像越讲越有道理 奇怪 连电也是 还是说 就是你就是喜欢all in 你all in看时机好不好 对不对 今天不买明天会更贵吗 是吗 那如果今天不买明天会更便宜 那你今天要不要买 对吧 你不能阿Q嘛 我知道很多人在网路上面 就是干共赌阿嬷 就直接骂了 什么阿燕老师我跟你说 我才几万块在玩股票而已 我一张当然买不起阿 我说买零股嘛 我是要投资嘛 怎么样好 既然你是要长期投资 你就不要关心短线的物 价格波动 那如果说你要关心短线价格波动的话 那很抱歉 我必须得告诉你 反弹 我建议你先卖一趟 未来天天都便宜 你都还有机会再买回来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当然你是不会听的嘛 是不是跟你说的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你要看清楚嘛 今天我们盘中没有做动作 因为今天的盘是这样 今天的盘根本就是不稳 我们本来锁定好的标的 我们今天没有动手 所以我公开讲 你昨天有报名申诉行动的 我今天没有做任何动作 今天没有做任何动作 我们明天再视情况进去 不要带客户冒险 不要为了做生意而乱喊股票 这些话我送给同业 远见这有赚钱啦 后来买星际嘛对不对 告诉你押回买嘛 那押回你要不要买 这看你怎么看啦 二月份的营收还是超越一月份 应该是不错啦 那整个物联网的股票 通通都有人在锁定嘛 因为亚信被联发科拭目嘛 对不对 那九阳被并购失败 但是九阳今天 今天又涨停板 你要不要看一下九阳 九阳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 九阳今天 他净值只有十块 我告诉你啦 他三月底财报出来之后 四月份他就被取消信用交易资格 你信不信 因为他都赔钱啊 因为他就是都赔钱啊 你懂为什么啊 那 可是他会涨啊 他就今天又 尾盘又快涨停板啊 48块2.5 又收最高 我不是见不得人家好 我只是告诉你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三月底要公布去年的财报 那他净值会低于十块钱 所以接下来他就没有信用交易资格了 那你喜欢你就买嘛 对不对 你一样可以玩啊 没有信用交易资格 一样可以玩啊 对不对 你经历科也没有信用交易资格啊 他涨到500啊 那你一样可以玩嘛 只不过你要去想一下说 到底这家公司到底值多少 就像我会跟你讲说 这家公司我觉得 接下来有机会 你现在先不要问说哪一家有兴趣要买他 你不要管有人在买就对了 我跟你讲过 这个K线图人家坐驾 很清楚啊 那个坐驾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有人在坐驾 有人在坐驾 这未来股价慢慢往上走 结果呢 我们开始买进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今天又创新高啊 就每天都有人在买 每天都有人在买 但是他现在都不告诉你为什么 对不对 你看那个8024的诱滑 你看喔 他今天终于跌了 他在这里9块的时候 每天都有人在买喔 每天都有人在买 买买买买 买到最后开始喷出的时候 你就说啊 他有可能是转机 结果你发现的时候今天39块8 9块你为什么不买 所以我不需要你认同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不需要你认同 到时候新闻一爆出来 你就知道说喔 原来他这么有价值 对不对 16块的时候我也推荐过九阳啊 我还做过两趟差价 结果拉到19块我就卖掉 拉到19块我就卖掉 为什么 因为算一算他净值10块 赚个三四块的价差OK啦 这样就好了 不贪心嘛 对不对 我们的前辈也都跟我们讲 股票市场天天都有得开啊 你不要贪心啊 贪心的话会害会员啊 所以我们不想害会员 我们不想坑杀会员 所以我们该卖也就卖掉了 你长期锁定我节目的人 就知道说 我们都有事先讲 而且都亮牌喔 那时候都成交量也很大 那时候还跟连巴克无关嘛 对不对 156块我们再推荐了 接下来你怎么看 老师 你都已经讲电动车新秀式这一档 对不对 那 这个时候 你有沒有认同 那今天已经又到了这个程度 你看喔 他又开始骑行整理了 今天没涨啊 我跟你讲今天没有涨 那又是一个骑行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这样的话 顶多再整理两天嘛 对 可是你要去看喔 他公布的 一月份的税后 是0.83 比那个什么什么 金利科啊 金星科啊 甚至比爱普都还好 没有输他们喔 结果人家现在八十几块而已 而且你看 最近的融资四天减了2187张 两年来新低 所有融资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而这个进来的人 他是我 我算算听说是中石户 全部用现金买 全部用现金买 他不用融资 他全部都用现金买 他为什么不用融资要用现金买 那你要去想 为什么散户在高档 这四天的过程中 全部都卖掉了 这我跟你讲喔 你这边买的上来 欸 赚不少喔 赚七八十趴喔 在这边卖掉之后 欸 融资大减 然后人家全部买走了 后面一定有故事 我跟你讲 后面一定有故事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啦 很抱歉 你昨天报名神速行动 我们今天没有出手 我们明天再出手 等盘是稳定一点 那甚至 锁定的股票价格再好一点 我们再做一个进场 我们不要坑害投资朋友 有好的价格再进来买 对不对 不是整天追涨停板 整天追涨停板 那个你自己做就好了 那留给那些其他老师去表演 这样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们时间关系先进广告 有需要的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去 迈向新世代 888惊喜架 888惊喜架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旺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02 8511 3366 66 顶业投股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静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股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股 02 8511 3366 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谁说的没错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欺凌法告发 除以1200到628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来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个盘你到底怎么看 其实你要从全职股开始看起 那如果台积电连电会比较弱势的情况下 因为被外资卖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去了解说 传产的龙头股有没有办法上来 你不要看不起那些子类啦 钢铁啦 航运 甚至金融股最近也在涨 所以你不要看不起他们 那本来就是一个轮动 这些市场啊 这些赚的钱啊 他没有马上都跑掉 所以这是我继续看多的主要理由 并不是说谁说了什么 或是政府又什么了 对不对 你看政府现在在玩什么 假装打房嘛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疫苗外交嘛 对不对 听说还我们 买单的疫苗去给巴拉圭用 我利勒 公开节目啦 我们就不要骂脏话啦 有些东西就是喔 真的你看不下去的 真的看不下去 我们缴税缴给国家 你拿去鬼搞 台湾老百姓自己都还没打疫苗 就把那个cota 把那个钱给人家 不知道在干什么 是不是喔 这个立法委员会去追问 反正那些官员就是 好像是什么啊 好像是什么款 拿去挪用什么 我听你在那些黑白乱讲 这些人会治国吗 不会 对不对 就像你看这些台面上的老师 每个人都给你写 喔 亚信第二喔 好棒棒 九阳又要第二喔 你知道怎么样 你买单啊 我告诉你我才不买单 对不对 很多人也告诉你说 我们赶快来买 护国神山台积电嘛 对不对 每天多7600个台湾老百姓 去当股东耶 都去买零股嘛 对不对 蚂蚁搬大象 你在做梦啊 蚂蚁要搬大象 千万不要喔 永远就是那个阿Q心态 我是这样跟你讲 股票市场我们看太多了 喔 潮起潮落 你看多了以后 你就知道说 喔 股票怎么起来的 可能买来怎么结束 所以你自己要 小心风险 自己要谨慎小心 建打我们昨天有买了 低价 那今天有冲高一下 尾盘又震荡一下 他是低股价低机器 那就是一个最大利多 那也许你不认同 那我打一支给你看 这一支叫迅捷 你不是很认同 我告诉你他都不会赚钱 而且没有信用交易资格 我还告诉你 他最近这样子一直涨 他就给你涨上来 洗下来再洗上去 二十几块喔 看到没有 更何况这家公司还是赚钱的 后面有什么消息或是什么 都不重要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整理完 你要在他起涨点赶快买 会不会过高过两天再说 懂吗 懂不懂我在讲什么 不是说老师我跟你讲 买迅捷就好 你看十二块 你要涨上来 你看现在二十一块了 你看 涨快一倍 公司有没有赚钱 没有 公司有没有赚钱 不知道耶 今天五百零五啊 很多人都给你喊一千嘛 希望你真的可以赚到那一千 希望你真的赚得到 我是怕很多人会梦碎 长龙上来了 反正你不会认同 我跟你讲我介绍这种大汤的 你会说什么 老师你介绍这种 叫我不要买台积电连电 叫我买长龙 你到底会不会 他就那两台破船而已 你要跟我讲什么 我说 不要跟我讲一堆鬼故事 你买存票没在买 我买了奇党点我干嘛卖 你仔细看好了 他在干嘛 收盘创了这个波段以来的新高 请问一下打下来买 打下来买 打下来买 对不对 我们这边已经先做一次差价了 你不要忘记 我们这边买了 这边先出掉了 打下来我们才开始买了 可是你不能说 老师 因为你说 你买存票没在买 所以不用买 我说 该买的时候我们会买 可是我觉得现在价格 还不需要我去关心他 对不对 等到又连续喷出了又被警示了 又被分盘交易了 我们在考虑卖嘛 所以不用挤啊 但是会不会涨 你就看嘛 他是不是 是不是沿路在涨 每天给你电高嘛 每天往上走 对不对 那重点是 为什么这种股票会沿路电高 因为观众朋友你都下车了 很简单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连续这三周以来 股东人数是下降的 跟台积电联电刚好相反 你要搞清楚 我在跟你讲什么样的道理 老师啊这家公司 听说第三季就转亏而赢 第四季有赚钱 老师啊这家公司会不会涨 我说有人在买 你不要管有人在买 K线图也给你解过了 19块就已经秀K线图了 如果这样你还赚不到钱 真的你自己要加油 好不好 是不是会赚科 是不是会赚科嘛 那是不是毛利率这样跳上来 你不能说老师啊今天 那么大的好消息出来 对不对 那么大的好消息出来 居然没有涨停 好可惜 其实我也跟你讲 我在盘中我也是觉得好可惜 这么大的好消息出来 一月份赚0.83 随便计算机拿出来乘以12张就好了 今年不是8块也10块啊 对不对 那股价70 80几块 没有涨没有涨停板 你这个如果放在IC设计 早就七八百了 我跟你讲早就七八百块了 那我现在只关心的是 到底是哪一些人用了现金去把股票全部收走 这几天高档在那边震荡 到底是谁用现金把它全部买走 因为散户没有进来 而且全部都在退场 四天捡了2100多张的融资啊 对不对 这是融资啊 这一个是融资啊 他已经来到两年来的新低 可是你会看到说 这四天来观众朋友你在卖股票耶 你在这边跟着我们有买的人 上来你都在卖 很多人都在卖 那到底是谁用现金把它全部买走 而且借着利多 利多出来 切一下电脑 利多出来他不直接拉去锁起来 他把他甩下来 哦这个人厉害了 然后开始在平盘一下慢慢接 最好今天融资再降个一两千张 我告诉你这股票全部在人家手上 未来会怎么样 我不敢给你预算啊 搞不好真的会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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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没有买 你有没有来登记 有没有买 你有没有登记 有没有买 几月几号压日期哦 有没有买 有没有买 你都很清楚哦 有没有买 都买七十几块 所以我没有问题 一共买了七次之后 隔天才拉涨停板 这是我们操作股票 所以你接下来你要清楚 你要怎么做 好 抱歉昨天报名神速行动了 我们今天没有动作 我们明天会在 试情况做一个 介入新的股票动作 我不希望你看节目来抬股票 来帮人家抬轿 但是有些股票 低点不多了 你自己好好把握 后面会有什么消息 并购还是入股还是私募 自然会有人告诉你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